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女心理师豆瓣评分5.2,女主被巢翻车,杨子平实力打脸营销号 杨子领衔主演的女心理师开播后好评不断,呈现出来的效果超出了所有观众对她的预期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国产良心剧 尤其是杨子教科书式的演技,惊艳全网,首播当天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纵观整个娱乐圈,能达到这个高度的女演员,也就杨子一个人了 看了该剧的朋友都知道,这部女心理师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无论是浮化到,还是剧情设定都非常接地气,给人感觉一点都不悬浮 之所以能引起全网热议,成功出圈,主要还要归功于杨子的出彩表现 没有她的话,该剧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脱颖而出 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部一部高质量影视剧,在豆瓣上却只有5.2分 随着剧情不断推进,杨子饰演的女主贺顿人设还遭到营销号的群嘲 事实证明,他们压根就没看该剧真正想表达什么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当配角张燕得知自己患有绝症后,出于母亲的角度,担心儿女会接受不了事实 于是就想用假离婚的方式来掩盖真相 事实上,两口子的夫妻感情一直都很好 为了不拖累家人,张燕让他们跟着父亲一起生活,自己净身出户 由此一来,他们就不会知道自己去世的消息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燕就是想减轻儿女的痛苦 不想让他们承受这个年龄不该有的压力 而贺顿在这件事当中,扮演了一个很不讨喜的角色 得知张燕的诉求后,明确表示是在她的推动下,两口子才得以离婚的 乍眼一看,人设确实很不讨喜,毕竟有句老话说得好 明拆一座庙,不悔一桩婚,但事实并非如此 张燕的女儿由于年少无知,把所有责任都归结到了贺顿身上 觉得她就是幕后的罪魁祸首,真正看懂剧情的朋友都知道贺顿这世在默默在善事 为了隐瞒实情,承担了很多不该承担的责任 可有人却觉得贺顿的这一举动显得很无脑 对于这种说法,我只能说华天下之大击 贺顿的一系列所作所为都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 如果换作现实生活的话,真的希望像贺顿一样的女生可以多一点 张燕女儿被她害得那么惨,但贺顿并没有耿耿于怀 反而还为她的妈妈祈福 敢问又有谁能做到贺顿这点呢? 更夸张的是有黑粉甚至觉得杨子在这部剧中 饰演的贺顿晚期就是一个工具人 理由是遇到挫折,只会用语言化解 同时还打着女性的旗号说事情,那么问题来了,解决问题难道不是靠嘴吗? 连基本情况都没搞清楚就往下定论,真的是可笑至极 贺顿化解矛盾的方式表面上看只是简单的语言 事实上,贺顿凭借的是敏锐的观察力 也正是因为她拥有异于常人的能力,才得以有足够的信息输入 然后再通过心理学知识的转化 最终利用语言达到一定的心理治疗作用 关于女性的问题就更可笑了 有人还拿职场女性举例,主要围绕兼任姿饰演的女配汤莉莉展开 都觉得一个肤白貌美的女性在职场上取得一丝成就的时候 完全是靠见不得光的方式来获取的 而剧中曹董事长的老婆曾经就经历过这样的质疑 说白了就是一种职场歧视 在他们眼中,女性就不能断层输出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贺顿察觉到了这一细节 才让董事长老婆对汤莉莉的处境产生了同情 就像贺顿说的一样一个女孩子 在职场中要受多少委屈,遭受多少心酸 这些不为人知的经历,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贺顿跟汤莉莉有段对手戏戳中了不少观众的内心 当贺顿联系不到汤莉莉时,比任何一个人都着急 找到她后直呼以后无论什么情况,无论有多忙,都不许关机 紧接着汤莉莉就抱住了贺顿 或许这就是闺蜜之间的友情吧 简单的一个眼神胜过千言万语,治愈感爆棚 同时还呈现出了莫名的CP感,不少观众还说她俩才是真正的主线CP 对其还进行了二次创作,配上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 看后确实有不同的感觉 总而言之,这部《女心理师》不负众望 剧本扎实,演员演技在线 而且剧方一直都没说这是一部职场剧 打开百度不难发现,人家说的是当代都市剧 为了黑而黑,真的大可不必 对于剧粉而言,它已经不是一部电视剧这么简单了 因为我们在这部剧中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 从中得到一些感悟 远比看那些无脑偶像剧要强 退一万步说 光看杨紫艺人在剧中的表现就很有代入感 时时刻刻都在散发着偶像的光芒 扎实演技征服全网观众 所以入坑不亏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一键三连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